因為去河邊圈 亞洲很多國家 牛市的山領都減少 全球中米的高一家消息 創下16年來新冠記錄 今年的政府在拿出保貼 讓民眾有比較少的米可以購買 如果昨年其實暫時減免 比特的淨口貫稅 減少參與營業者的成分 去門外面 大家手蠢蠢蠢 要拿這個河北牌 就怕我們沒中米 今年經過嚴重的科學 做成牛市減散 比價大企超過16% 政府退市補貼的政策 說到沒的米每港軍 都是21塊的代表 比起繼續七塊 現在對今年一塊以來 今年政府已經提供超過30萬元的米 有個三個繼續進行 以來繼續增加公佈的地方 換到民眾的訴求 讓大家都沒得到 所以說到性依現上影響 阿州很多地方 今年落後減少影響 政府的行動 世界最大 中米出口國印度 因素下令 很多出口 今次不出口 全球中米高月的計劃 起到十六年來上官的計劃 現在在阿州另外一邊的 Toni記 尤其計劃是比 今年一樣的計劃 69% 你想料理主要實在 旁邊越來越貴 如果消費者 動不掉 很多餐廳業者 也受到這個影響衝擊 Toni記是比台灣消費的大國 不過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 落下 台灣很無來自進口 為了做機械計劃一直去 政府三部一直到 六月內進行 會不用比台灣進口的關稅 不過曾經說 旁Toni記的離拉一直變達 農業完了 挖口進口 政府要在這時間來 降級牛市計劃也有困難 恭喜新聞 牛甘辯業